从我发布第一支视频到现在过去有半年时间了 在这半年时间呢虽然说做的不太成功 但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五个观点 希望能帮助到正在做频道或者打算做频道的一些朋友们 如果你想通过YouTube币快速支付 首先请你打消掉这个念头 因为每天YouTube币有上百万个新人 发布他们的第一个视频 也就是全球范围内耳 在这个时候呢你发布视频可能会导致几天都显示无人观看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质疑自己 也不要不停地刷这个后台数据 这样会影响你的心态 这个时间你应该做的是继续发布 比上一期更好更有创意的视频 当然发布视频中呢也可能会遇到一些贵人 我就遇到过一次 比如说我这期视频啊 他帮我分享到了那个社交平台 然后这一期视频获得了四万多次的播放 然后增加了三百多个粉丝 所以有时候你的作品不一定是做的不好 可能是被油管没有被推荐到 因为每天发布视频的那个量啊 是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你想通过YouTube币来赚钱呢 我建议你能做一些就是能帮助到大家的视频 这个帮助到大家的视频并不是说让你去教会别人某项技能 而是说这个你每期视频都有个故事性 也不是说是编故事 就是每一件事都有你自己的看法 你自己理解 而不是那种生活流水仗式的视频 比如说早上去买菜中午就做饭 这那视频呢是据我观察是没有什么人去看的 有的话也是极少数 你不可能通过这个来赚到钱 第二个呢不要做的就是无中生有的视频 无中生有的视频我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就是前年好像说是那个三峡大坝要倒塌 很多人呢就看中这些商机啊 就是下一些素材 然后编造一些就是吸引大家眼球的文案 然后配上这个 甚至有的人电脑音来做这些视频 这类视频呢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道德问题 首先这类视频呢无中生有 当然你可能是通过这种视频 前面确实是赚到钱了 但是你绝对会做不长 这个不用想 如果你已经开始做这个自媒体频道了 你大多数会找一个就是模仿账号 或者是参考别人来去做 但做了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你做的视频 始终是没有别人的播放量高 也没有别人涨粉快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跟这些视频去对比 然后你有的人呢会有那种什么想法呢 就是总觉得自己的视频做的比别人好 然后是那个平台 没有给自己去推荐 其实不是这样啊 在这个YouTube这个算法机制里面 它有一个这个叫玩播率 比如说你做个五分钟的视频 别人看个一分钟就走了 你这个视频肯定不会被推荐 这个不用想 但是你你模仿那个账号的视频 别人的玩播率你看不到 但是呢你又看到他那个视频播放量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 他的玩播率 他一个五分钟视频 玩播率肯定最少有个三四分钟 要不然系统不会推荐他的视频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认知很重要啊 这个东西任何一个视频 哪怕是这个做的非常差的一个视频 或者是播放量非常少的视频 不一定他这个视频做的就差 他里面也有你值得去学的东西 总之一句话吧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的视频做的就比别人好 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 你很快就坚持不下去 至于做的好不好的话 这个需要交给这个平台来判断 也就是玩播率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老胡讲的这个东西 他讲的非常好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坚持这个事情 其实嘴上说很简单啊 但是实际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有一个朋友其实坚持的很好 我就不说名字了 他发的有大概有三百期视频 但是呢粉丝量还没有过一千 我就研究他这个频道呢 他从第一期的视频到他最后发布的一些视频 我看了以后呢就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从他第一期视频到最后一期视频 中间没有一点进步 然后就相当于一个模板一样 就是每一期往里面套 这样做下去肯定是不行 这样坚持 这样做下去啊 坚持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你从发布的每一期视频 到新发布的一个视频 就是每一期视频 你得有一个质量性的提高 这个质量性提高 最简单的检测办法 就是用户年度 还是以五分钟视频来为例啊 你如果你五分钟视频 平均一百次观看 就有四分钟 那你这个视频 肯定是高质量视频 他在这个算法里面 肯定会大力推荐 如果你每一期的视频 质量不提高的话 别人看了一分钟都想关闭了 不想看的话 这样坚持下去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大家做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想办法提高 这个自己的用户年度 一定要想办法让用户 观看更长的时间 当然这个东西很公平啊 怎么让别人看更高的时间 肯定是你的视频质量 别人得认可你这个人 别人才会订阅你 而不是说你每一期 都跟套模板一样 你都发布一千期 其实作用也不是很大 设备在一块的话 我觉得大家如果刚开始做 或者正打算开始做的话 先不要去研究设备了 因为做自媒体的话 主要方向是内容这一块的 而不是你拍摄的设备 除非你一开始就打算做那种 体验式 成绩式体验中那种 完全靠画质的一些节目 否则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 手机就可以直接拍 或者手机买个三脚架 手机稳定器 然后再买一个便宜的 能收音的设备就行了 甚至才开始拍 我觉得灯光都不需要 你可以到户外去拍 你也可以到是吧 有光的地方去拍 不一定非要就是说 把设备买全了以后 才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就是想好了的话 我觉得今天都可以开始做 关于自媒体值不值得做 我觉得是值得做的 我就打个比方 你现在要开个早餐店投资 就按我这个地方 最少也得大几万块钱 你首先交易年房租 这个硬性指标 房租再不贵 我就按三千块钱一个月来说 这个三万六 是不是交易年已经没有了 再买点设备什么的 最少也得大几万块钱 如果你是做YouTube 可能投入真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如果是长期做这个户外视频的话 投入也不会太小 但是绝对没有你去做个实体生意投资那么多 至于成功率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差不多的 你能保证你现在投资个早餐店 你就能获得收益吗 不一定对吧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YouTube虽然说竞争也激烈 但是它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提高 它个人一个投资 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做 做这一块事情 这就是我对整个YouTube 和自媒体的一个理解 然后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因为我做节目也不需要提斯提 可能有些地方说话比较结巴巴 往大家理解一下 本期就是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